船頭常委人員請就位 現在進入中港部署 船頭微微向左 左橫移 從艦長下令船員截攬 到船隻離港航行 輕盈小巧的淡水艦 如生死必 如臂食指 不到15分鐘完成進出港部署 充分展現這艘崭新艦艇的 快速反應能力 身為台灣頂尖造船工業的結晶 安平集巡防艦 結合了海警以及海軍的雙重特性 但由於他們的非軍事任務 佔據執勤時間的絕大多數 再加上近年來 國際情勢快速變遷 因此他們的任務形態 也更加多元 除了分平時跟戰時之外 中間還有一個灰色的平帶 平時大概佔的百分之90 再來就是灰色的衝突 然後說對方會使用所謂的民兵材 或者是以這一則修法 或者經濟或文化上的一個衝突 製造我們整個海域秩序的一個思緒 那這一部分海巡所都必須要去面對 在船體設計上 安平集力求在剛柔之間取得平衡 一方面具備適度的武裝褐阻 一方面以更人性化的空間設計 完成直靶救難的主要目標 進到船艙空間 就能感受到明顯不同 不同於海軍同級別的駝江艦 海巡安平級的主要空間顯得更加寬敞 船艙走道以及甲板筆直通暢 方便人道救援時進行人員安置 再加上同樣是600噸級 海軍全艦成員超過50人 海巡僅僅30人 等於生活空間多出將近一倍 走進駐舱 必定會讓所有海軍官兵羡慕到不行 光是海巡幹部的兩人房型 設備與空間高級程度 就以媲美海軍一級艦的艦長式等級 上下鋪雙人床 搭配一張聯通式書桌 獨立衛浴設備 甚至還有一扇小小的對外窗 這在一般軍艦之中 簡直是無法想像的奢華 更不用說 還有超大液晶電視 走到基層組員駐舱 品質也完全不差 四人房型看過去就像大學宿舍 每個組員都有獨立書桌 以及寬敞的個人衣櫃 每四人還配有一台冰箱 雖然四人房型共用設施較多 但空間完全不感到局促 採訪團隊曾經登上不少軍艦 來到海巡艦艇 真的讓人驚艷 但水艦的乾絲分離淋雨間 看起來真的有夠舒服 而且水壓也很足夠 果然是新落成的艦艇 讓我好想在這邊開箱來洗個澡 這邊也通通都有 盡量讓艦艇的生活 符合一般性的需求 雖然亮晶晶的安平極艦 內裝在公務船當中堪稱豪華 然而為了達到極速的雙船體設計 在航行舒適度上 勢必有所犧牲 那它的缺點的話 就是浮正力距比較大一點 然後左右搖晃比較兇 比較容易造成人員的身體不適 以我過往的經驗來說 就是這一艘船的搖晃 真的是跟大家不太一樣 有一些同事他們會採用 喝暈船藥來克服 可是以我來說 我是不建議這樣子 我會選擇 就讓身體自己慢慢適應 海上的搖晃讓人病奄奄 更會讓人食不下宴 此時火防大廚 就是掌握船員們營養的關鍵 烤雞腿 切小菜 現場上演舌尖上的海巡 這位大廚是約聘人員 甘願放棄陸地生活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位 嚮往大海的漂泊男子漢 在海上生活是我的願望 因為我自己喜歡蓋 我一個小五串 我上班在大海 有時候休假的時候 我會在大海上 也希望給同仁每一餐 都有熱騰騰的食物 對啊 這種感覺 有時候不管是在過年過節 那他們離鄉背景 或是沒辦法跟家人團聚 那至少可以吃到熱騰騰的食物 那我也會覺得很滿足很快樂 信首年來揮灑食材 很快的今天的菜色出爐 香噴噴的雞腿湯麵 端上桌 餐廳廣播 餐廳廣播 請各位同仁 餐廳到廚房打菜 廚房打菜 打完了進去就做 打完了進去就做了 餐廳就是淡水建 最大的休息空間 建築園包含吃飯 休息娛樂 通通會在這邊 而全建 大約30名的組員 不分職級 都會一起用餐 與各型船隻一樣 飯廳裡的每張椅子 都必須拴上鐵鏈 由於600噸的船型相對較小 船艙空間多半也得複合使用 飯廳除了用餐 也是官兵們的卡拉OK 我們一起學貓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個家 還有喵喵喵喵喵 唱歌看電影 是喊群隊員們的主要休閒 有限的船艙空間 基本上無法放置大型運動器材 體能狀況勢必受到影響 雖然淡水艦每次任務 基本上五天四夜 但近年兩岸關係緊張 艦艇靠港後 常常又得立刻出港執勤 周而復始又顛簸的航海生活 艦組員難免會感到疲乏 然而實際看到辛苦付出的成果 一切都值得 我在還是心境同仁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就跟著船出海 我也不知道出海是要幹嘛 我只知道那是要護漁任務 直到有一次我在台日漁業協議的海域 看到有一艘漁船上面的漁民都很忙碌 再近一點用望遠鏡看到 原來是釣起了一尾黑尾魚 那個時候看到漁民臉上的笑容 真的感覺做這一份工作有值得了 他們提供漁民強大的守護 更代表中華民國海權的支柱 隨著安平級巡航艦陸續下水不易 海巡的戰力也將奠定更扎實的根基 TVBS新聞廖廣斌顧上軍 新北報導 祝福大家一步一腳印 希望都能夠輕盈自在 如虎便宜 開始新的計畫 好好享受你的人生 我輸虎 虎年就要像老虎一樣 站出來就有 馬騎 茄子戰 武堅秦 高爾瑄 十九組大咖親筆祝福 快上TVBS官網搶啊 好